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能够达到二代健保改革的影响 我很遗憾 也自己觉得我的能力不够 请自获准后 杨志良却在现任前夕 抛出震撼蛋 他重替监察院侵犯行政权立法权 同时他也说 针对名嘴扭曲流感疫苗真相 也打算由行政机关提出告发 他说我们怕冰囊 那些人人比较多 他就比较怕烂 卫生署这些小公园就可以好好等他们 这个名嘴是为了要收视率 他已经知道这样讲是不对的 这样可能会造成疫情的扩大 或是哪些人就是不敢去接种 要扯案的机会不大 可是我觉得我们要努力 杨志良大炮性格展露无疑 在一份台湾最具社会道德勇气的 公众人物民调当中 他也获得第一名 就算已经不再是卫生署长面对公共议题 他也直言给建议 美牛问题批评美国太强势 说政府对食安问题不够重视 批评减税时还说出马总统 帮富人省钱炒房 我们一再的减税 减税的结果呢 有没有去投资创造就会机会的 没有 说减税的结果全部去炒房 也曾经写文章痛批台大 愧对国人 虽然争议不断 但也让人看到杨志良有话直说 始终如一的个性 首先我们当然要先从今年食安连环报的问题 开始谈起 首先请教署长 您觉得说社会上面会发生一些食安连环报的问题 它的症结点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开始 首先我觉得有点遗憾 就是我任内 没有办法去推动建立一个食安完整的体系 这里面侵涉到这个法令 侵涉到组织的再造 侵涉到争取人力预算 还有当然一个是业界的这个改变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体系要把它建立 绝对不是像行政院讲的什么一个月两个月 三年以上才能够建立 比方说你看我们修法就要修多久 然后比方说人力 我任内请去跟这个建的吴院长两次到三次 因为我们的人力 比方说新加坡的食安的人力是一千人 我们是五百人 他们是六百万人口 我们是两千三百万 那还比我们多 对 那像香港 香港每万人口的食安的食品卫生的人力 是我们的十倍 所以我们就是需要更多的努力 我们当然需要努力 我们有责任 但是就怎么样再加班 我们台湾的食品业 大大小小的 有登记的 我们要七点五年参加剧 这个访查一次 就现有的人力 对 那可是行政院也知道要加人加钱 可是没有年环报的时候 只要谈到家人加钱 现在你就说没有钱 那我们的法令来讲好了 我们的立法院 你就是一个好的法案 几乎很难通过 除非发生了重大的社会事件 因为我们立法院从来没有在 社会需要之前立过法 你像我们的那个 那个汽车的那个保险 有没有 就是说这个强制保险 这任性 所以柯妈妈搞了八年 真的 怎么都是民间力量出来 推动之后 对啊 因为主党 往前立法的就是立法委员 你像我们的烟害 不是我们的董事基金会 我们的孙叔叔搞了多少年 每一次就某些立委 就是这个代表立团体 可是我们的立法院是 什么都要协商 只要有一个事情 对的事情 有人反对 这就做不了 那么除非就是很多人上街头 比方说 洪仲秋的案子 对不对 从来没有这个 我们多少法规在立法院 该做的 我们哪一件事情是立法院 立法委员是看到 社会需要就去做的 所以你要施政一定要 这个有法的依据 对 因为你要用公权力嘛 对不对 那这个我有一点牵托之词 坎托了 没有 您太客气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是 其实在您的任内 您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只是因为人力上面 可是要建立这个体系 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我有一点这个耍赖的讲法 就是说我一年半的任内 一开始就是 把把水在 H1N1 美牛 健保法 可以更努力一点 但是要这样短的时间内 就要把这个食安的体系建立 可能还有很多事情 是我能力不及 但是如果能够多做一点 那今天当然可以更好一点 关于食安问题的解套 因为老师刚刚有说人力不足 那您有些什么样的想法 可以来改善这个问题 我们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 民间的力量是无限的 我们有太多的大学 有相关食品的 有毒物的 这个病理的 这些科系 民间有很多的实验室 那如果说我们比照 环保署 他抓无贼车 他没有能力 但是你去抓到了 他给你这个高额的奖金 那有人就抓无贼车 年薪百万 对不对 那环保署也不要花什么钱 因为从罚款里面去拨用就好了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食安的检举呢 那个钱是很少的 而且检业要花很多的钱 所以就是让这些民间的 大学的去做抽检 然后这个结果呢 就送到食品药物管理署 去做确认 所以上次上周是不对的 因为你要把这个结果 送到这个中去确认 确认以后罚款 你拨他一半 或拨他三分之一 那我相信 会有很多很多的 民间的这个机构 学者 这个大学的研究生 都会到处去采样 这个力量就非常大 不过就是说 当然您刚刚也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其实 刚好现在就社会上 很多的食安连环保 正是一个彻底改革的 一个好时期 因为可能也许民气可用 或者是说 大家集中力量这样子 那讲到大众 大家如果集中力量来报道 这个食安的问题 您觉得因为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媒体 当然我们自己也是媒体 您觉得说媒体报道的这个尺度的话 如果说每天都在讲说 这里有问题 那有问题 那您觉得他们在报道上面 是不是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分寸 才不会让大家 我们现在什么都不敢吃 因为这你们牵涉到几个议题 第一个是有毒的跟黑心的要分开 比方说这次油的事件 它不是毒油 它是黑心油 那跟数化剂 毒淀粉 三聚氢安 那是毒 没有错 这是媒体要把它分清楚 黑心的当然要罚 也是犯罪 可是不要让民众觉得说 我吃的都是有毒 然后我不得了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把讯息弄清楚 那第二个呢 我们的民众呢 常常要求说零减粗 那我们人类已经把这个地球都污染了 所以呢 任何的深海的鱼 一定会有水银 然后我们肉类 我们的环境里面 一定都会有代奥辛 会堕入年本 那我们今天的仪器 已经可以灵敏到 只有几个分尺就可以查出来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所谓的这个 可容许量 那不叫安全 没有说什么叫安全 就是我们在今天 科学上认为说 这是可以容许的 有这样的观念 而不是要求零 那这个比方说 有人说我们都要吃生机饮食 对 也许我们从这个角度 可能老师跟我讲 你自己个人有没有什么调整 当然你自己能够有时间 自己种一些菜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社会已经 到了现在已经有很大的变迁 我们以前自己种 自己准备食品 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要很大量的外食 而且我们现在去买食材的机会越来越少 我们买的是食品 已经制造过了 对不对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通通要有机 当然最好是能够追求 不过如果我们只吃有机的话 我们大部分人都要饿死 因为你没办法生产那么多 所以有一句话是 真的是有点伤心的话 就是说我们饮食不是要均衡饮食吗 那有些人就开玩笑 但听起来真的是觉得很悲哀 就是说那我们有的东西也要均衡摄取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 通通每个人都吃生机饮食 对 那我们现在的蔬菜里面 一定会多多少少有荣耀的产与 只是说我们说到一个程度 是不同种类的 就是到一个程度 它是可以 科学上是可以容许的 我们的这个猪鸡啊 几乎都会有抗生素的残留 只是说那多少时间以内 除非你是自己养鸡啦 那都会有 但是我们都要容许量底下 那有时候呢 这个检验也来不及 等等我要讲检验了 那多多少少会有 一些超过容许吃的 甚至甚至是超容许吃很多倍的 也就是说有毒啦 那你所以呢 你如果不要偏食 采购的话 也尽量这个分散的话 那就是说均衡摄取有毒物质 有益健康 用这句话 对我们消费者来讲 均衡摄取有毒物质 对消费者来讲 这是很悲哀 那现在就说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这个添加物有 合法的添加物 就有两千五六百种 对 那 那么 那么 合法的添加物 不代表它一定可以添加 它是有一定的食品 有一定的量 可是你可能是合法的 可能它不对的食品 不对的量 那也是 也是不可以的 也是对人有害的 那靠检验 我们不可能每样东西都检验 所以刚刚讲建立这个体系很难 你想想看 如果每一个食品都要检验两千五百种 那个市民要卖多少钱 然后要花多少时间 另外呢 我们这个人类呢 有几十万种的有毒的化学品 那你怎么去检验 你比方说以前的奶粉 你不肯去检验三区青藍 因为它不是检验的项目 因为那你要检验 你说为什么不检验 那我们检验几百万种 几十万种 我们做不到嘛 对不对 那我们怎么知道有毒淀粉 那就是因为我们要量大 我们要好吃 我们要保存的久 所以我们等等可以谈一谈 怎么建立这样的一个体系 所以检验合格 没有合格这两个字 只是说我检验的项目 是在容许的这个 可以接受的范围以下 可是不代表其他所有的项目 都安全 老师要不要教我们一下判断的标准 因为我们知道说 您刚刚讲是说很难去选择 因为毕竟就是说很难 什么东西都靠我们政府单位来 全没把关 那如果站在消费者立场 老师您现在也是消费者 那您自己因为食安连环 食安连环报之后 您自己有怎么样去调整 你自己的选择食材的方式吗 第一个 如果能够自己准备食物 那是最好的 当然如果你更幸运 能够去参加 又有时间 能够去自己生产一些 那都是更幸福的 但是通常大部分的人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觉得不要太省钱 因为我们都知道 太便宜的东西 不合成本的东西 那是杀头的生意有人做 这个配本的生意没人做 所以我们因为追求假年 这是不对的 那那就怎么办呢 品牌还是很重要的 但这次有一些品牌也出了包了 但是整体来讲 是有些厂商它的品牌 是比较可以相信的 那我们刚刚听到了 杨老师他简单地告诉我们 他在食安连环报之后 他到底要自己怎么样选择 食物的方式之后呢 我们下一段呢就要请杨老师来 跟我们聊聊说 很多人都称杨老师 他是最有guts的oji-san 他不管是在当公职人员的时候 或者是说现在退休之后 不叫退休 就是辞职 辞职之后 他一样的非常的敢说话 直言尽见 那我们下一段节目再继续聊 到底是要追求让民众更健康呢 还是要让这些医疗体系 某些医院某些体系 能够更扩大 占有更大的市场 然后更多的利润 到底我们要的是什么